本日來立法院國民黨民眾黨提案 讓中國籍配偶縮短取得國籍年限 民間黨令委黃傑也提出自己的修法版本 黃傑版本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修法草案 增定需宣示放棄中國公民身份 並效忠臺灣也必須和其他外籍配偶一樣 經過考試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 以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更強調宣示具有法律效力 違反會被註銷戶籍 這項提案獲得16名律委幫忙簽名連署 需要進行入籍的宣示儀式 那另外一個是要跟外配一樣有規劃的考試 如果有違反這個我們的公民義務與責任的話 是要被撤銷戶籍的 所以也必須要有一定的法律的效應 黃傑提案修法讓網友一片贊同叫好 紛紛留言支持早該這樣做標準相同才是規矩 但是我認為這次修正宣示入籍也代表了 它是認同臺灣的價值 它是認同臺灣的民主 如果說要來這個宣示 效忠中華民國或者效忠要放棄他本來的國籍 我想這次可以討論的 那只是實務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跟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 對於陸配他對於他宣示放棄國籍 有沒有實質上的效應 我覺得這也是後續在立法過程中 大家可以拿出來討論的 中配入籍縮短年限在藍白國會多數主導下 渴望過關 而綠營也提出比照外籍配偶公平以待 相關議題在未來立法院 勢必成為關注焦點 三學零開最後採訪台北怎麼的